欢迎来到王一博粉丝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王一博上演抢人无间道 王一博在这一季的表现同样可圈可点 街舞四第五期 四位队长为抢人简直是拼了 不仅要和各位心仪的街舞大神各种示好 就连为表隆重 把讲演稿都准备好了 张一博念自己的讲演稿 一度冷场 倒是王一博反应迅速 带头鼓掌 把在场的人都逗乐了 气氛担当没错了 王一博首先把话筒拆下来 自己在那各种挖造型 张一博看着好玩 自己却怎么也拔不下来 王一博还贴心的帮他一把 四个队长瞬间同心大志 上一秒还庄重的队长 这回彻底被王一博带跑偏了 四位队长之间也是各种打探 试探 猜测 暗示 明示 什么卖萌 商量 请求 耍赖 都轮番上演 为的就是把自己喜欢的选手招致麾下 这种综艺效果 是观众喜欢看的细节 也是队长们各出奇谋的时候 韩庚很服气 王一博很笃定 倒是流线化因为第一次参加 小脑筋 小表情起飞 王一博招人启示很简单 交个朋友 一起跳舞 留下好作品 这种简单只给的方式很直男 也很奏效 王一博当然把一路实力大神都招进自己的战队中来 让他的战队 在四个战队中实力更强劲 街舞四第五期精彩看点也太多了 很多人直呼眼睛不够看 每一个眨裂的现场 都伴随那喊声和喝彩声 这一期最亮眼的就是中外选手 以混搭的模式一起演绎的中国风街舞 让人耳目一新 印象深刻 步步等一起演绎的家人最让人赏心悦目 中国风的背景音乐 表达出小宣窗 正梳妆的娇俏 和对镜贴花黄的古雅 把镜子都运用到街舞的表演里了 特别是老外那种神态和可爱 拿捏得很传神 也很有趣 看后台练习时 他们用法语唱背景音乐的歌词 简直让人震了 街舞里 真是各种大神有的事啊 也好玩得很 一群大男人 趴在地板上 认真对此样子可爱极了 这种街舞的融合更让国人欣喜 另一个让人印象深刻的是赤兔 背景音乐就是在讲述三国时期的赤兔马和主人 在战场上英勇拼杀的场面 歌词本身就大气磅礴 有将帅之风 用街舞的形式演绎出来 一样行神兼备 唯妙唯笑 由不得让人拍手称快 这一期街舞 演绎了好几个中国风街舞 效果都很震撼 由中外街舞大神混搭的模式 一起来演绎国风气质的街舞 很独特 也很新颖 原来中国风的街舞 也能有如此的魅力 一帮金发闭眼的老外 特别是肌肉感满满 和尔蒙爆棚的大男人 表现古风美人的意境来 竟也入腔入条 有趣生动 这一季街舞一次次比拼下来 真是让国人对街舞的美开了眼了 王一博在这一季的表现同样可圈可点 成为很多人心目中的实力派 他的低调内敛 自信稳重 倒成了很多人喜欢他的点 也成为很多人对他印象良好的点 特别是国外的街舞大神们 对他的进步神速印象深刻 有时候 看街舞 只有看第二遍的时候 才能看懂很多细节的含义 和彼此语言背后的心理 对人的了解也就更近一层 有人说王一博很直男 有人说王一博很贴心 只有了解他的人才知道 小狮子一直都是暖心的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 评论和订阅 谢谢大家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